摸不住了 三十位主播又走十二个 今天将在中央大厅发生生生如下花第一次升级 有十二位主播将中途下车 最后一个名额 天哪 这一次升级将会有主播们的平时表现 广场歌会的表现 再加上职业培训师的成绩综合决定 我们在滑手机在看直播的时候 是有什么点可以让我们停下来 个人风格其实是很多人追求的嘛 我们这几次的职业培训课确实对他们的帮助很大 接触的时候感觉到他们真的有在改变 等等职业培训师 谁啊 这个女人 她来了 我们的风格定位培训师 杨天真说到她一些往昔的画面 又开始攻击你了吧 你没有可执行的梦想呢 就是空谈 所谓明白是知行可疑 我不喜欢把时间花在不产生价值的事情上面 哇哦 令人好奇地看点又增加了呢 家人们守护的主播们到底经历了哪些关卡呢 请看本集 升级路上的冷漏 本节目由有态度的中国创造 泰榜APP独家冠名播出 帮小退 词曲 李宗盛 来来来来 花有百般红 你与我不同 各位家人们 有请我们的职业培训师 杨天真 嗨 大家好 我是你们今天的职业培训师 杨天真 今天要跟大家探讨一下 我们个人形象定位的问题 还有我们个人风格打造的问题 对他的了点就是 他之前带明星的 现在要过来带我们这些音乐主播 能行吗 因为我本身从事经纪工作非常多年 知道一个艺人该怎么样 掌握他的主动性 并且提取他的关键词 那我同时也是我们快手的主播 做过很多场直播 结合两点而言 比较能够有一个更客观的视角 来看待这件事情 我先问问大家 是希望我说话委婉一点 以鼓励为主呢 还是希望我说话直接一点 直接一点 不管你们说什么 我都会直接一点 因为我就是一个非常直接的人 骂醒我 骂醒我 老师 我喜欢 杨天真老师给我的感觉 他是一个一针见血的人 一句话就可能会点到别人的痛处 不知道他会说出什么样的话 伤我的自尊心 你们可以写一个 你们自己的关键词给我 就是你觉得 你怎么描述你的个人风格 给大家30秒的时间思考 然后写上 一个词吗 就是关键词 好闷哦 这啥呀 你就是一个善良 真心 倒计15秒 5 4 3 2 1 时间到 这有一位写了撞 强壮的撞 你们猜是谁 撞 撞 军军 你才撞的 平火火 你才撞的 撞 走开了 鲸鱼吗 对 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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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姿 为什么说自己是撞的 为什么说自己是撞的 下河 纳姿 下河 纳姿 为什么说自己是撞的 因为我骨架子大 肌肉比较结实 然后所以上进的话 就是比我同龄人要就是又高壮一点 直播的时候有很多人就是会叫我撞盒 就我这样看你我不觉得你撞啊 你们是觉得他撞吗 胡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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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撞还没我撞 就是我觉得撞这个事情是可以把它利用好的 比如说我看你我觉得你就是可以做成金刚芭比 因为很少这样子的女孩 她有着很好的肌肉或者力量感 但是你的脸和五官又是比较美的 这种反差度 它反而会让人产生一个记忆点 这有一个写了搞笑女的你们猜是谁 雪女 这么明显吗 问一下旁边这位同学 你为什么一说搞笑女你就会想到她 没有 我没有想到是她 我以为是吕焦 那吕焦你写了什么 我写了甜美 哎呀 生体了 你是觉得甜美是你最大的特点 确实也有一些姿色战 那我问问啊 在你的这个关键词里写了甜美的 有哪些朋友举手 写了可爱的 不可爱也写了 这俩都写什么了 这俩大姐 陈若美 我感觉你好像也不是甜美心 没有刚一下子不知道想写什么了 因为我比较爱笑 所以就是写了甜 为什么这么多人觉得自己是甜美 因为甜美是一个比较好感知的东西 大家都能理解甜美是什么 但同样好感知的东西也好获得 好获得就是进入一片茫茫的竞争领域 每个人都是这样 你要多甜美才能甜的不一样呢 所以一定要找到那个自己差异化的点 在这件事情上你才可能被记住 这有一个很明显的啊 猫耳耳机 猫耳耳机是你戴了多久的 那个我的耳机戴了有两三年了 那你有几副耳机啊 一整面墙的耳机 整个墙的火线妹 他们都会调侃我说火线妹就是耳机 我只是她的坐骑 那你会觉得你受困于这个耳机吗 不会啊 因为戴不戴都好看 好有自信 我觉得这件事情在电竞主播是可以的 如果你要再做别的职业的话 在我看来它可能也是你的一个紧箍咒 如果你戴着这个耳机 你在造型上是很难实现突破的 因为你所有的搭配都要迁就耳机 你不可能今天穿一条礼服裙 然后你戴了这个电竞耳机 它会很奇怪 其实是你要找到你的这个特点是什么的 除了刚才大家大部分人都写了之外 我发现郭思蒙这里打了一个问号 这个意思是郭思蒙是个问号 还是你不知道怎么写 我不知道我属于哪一卦的 你的粉丝通常怎么评价你 觉得我很天真 那你觉得你自己天真吗 我觉得我很天真 但是我不敢写 因为你不是杨天真 郭思蒙行 我现在还没有捕捉到你 感觉你比较多变 想问问大家吧 如果刷过一个直播间 就是只有几秒钟的时间 你会因为什么停留 我认为才是最重要的 很嗨的直播间我就超喜欢 他在唱歌 他在笑 他在和大家打闹 还挺押韵的 最好是打个土味第一 你进到一个直播间 如果它能给你带来情绪上的快乐 你就会停留 对 好 我觉得直播布景很重要 就是它那个布景越花 越接地气 我就越愿意点进去 因为我直播间就是那个样子 这两天就没有办法贴 就有很多人跑到我直播间来说 他说 怎么没有那个布景了 那是我最喜欢的东西 我说 你们只喜欢 这个不喜欢我的人 今天所有人 在没有足够多的时间 了解你的情况下 他第一眼 一定是被他看到的东西 所吸引的 所以他就要求 我们有一个个人风格 个人风格呢 就是一个你的标识 能帮助别人记住你 简单来说 就是三点 第一点穿什么 第二点说什么 第三点做什么 总结起来说 就是他的样子 和他的气质 和他干的事情 如果匹配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高强的记忆度 那就是抓住人的特点 我相信每一个人 可能在自己的成长过程 中对这个个人风格 还有一些困惑 关于这一点 可以来提提问 有什么想问我的 金金是想举手吗 我看你非常的犹豫 你说吧 就我就是一个 让人觉得个性 很鲜明的一个人 就因为我说话 特别特别直接 但我自己没有感觉 身边的朋友也会说 你有时候太直接了 直接让人接受不了 就你那么说 让人很尴尬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 包括粉丝后留言说 金金真的 你必须得改 你直播这样不行 你性格有缺陷 有的时候我就觉得 人就应该做自己 就有的人讲得特别假 我就不想拼了 但是我说真话 吃过特别多的亏 就有的人都听不了真话 是的 上次来说 我们组 我们三个是最胖的 把我也算进来了 我不高兴他三天 说我们三个是最胖的 整个三叔里面 我们是最胖的 我吗 是我说的吗 是你说的 我都忘了 忘了 结果生完其三天之后 捡了二十斤 就很无意 就比那天他也说 我说咱们老年组 你看他就说 谁老年组 不愿意了 但其实真的就是玩笑 所以我就在想老师 我是不是有缺陷 该改一改 你说这些的时候 是为了自己耍 还是你觉得别人 真的需要你的观点 无意间唠嗑呢 那鞋子啥 那我建议你 你就别改了 但是你要对人 更大方一点 就是你得让 接触你的人 真正了解你 你没有恶意 但你这个人说话 就是比较直接 对 前两天听我们 吃了烤鱼就没事了 我觉得喜欢你的粉丝 肯定是接受你这一点 并且喜欢你这一点的 你做自己就好了 不用纠结 好嘞 我一下得心太得劲了 一下了就好了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李希萌 老师你好 我就是就长这个样子 然后直播间 经常会有人进来 就说你嘴巴好大呀 头好大呀什么的 真的我一笑起来 就可以特别大 好高满啊 其实我自己是觉得OK了 但是有的时候呢 又会觉得说 这感觉和别人长得又不太一样 好可爱啊 感觉我的这个五官是太多缺点了 没有 那是特色 多欧美啊 就是 有人说过你的风格 有点像刘伯欣吗 太多人说了 你真的很像 真的很像 我觉得我们的很多人的痛苦哈 都来自于一种叫做标准化定义的东西 对 对 对 不管是从形象上的美貌 从身材的比例 从你做的工作等等 我们很多人的痛苦的来源都是自己不符合那个标准 而我们从小被灌输的这些标准 深植于我们的脑海之中 所以我们有了一个比较 比如我到现在 我的短视频下方 都会有人留言说 你明明可以瘦了更好看 你为什么不去减肥 一个人不减肥 连自律能力都没有 凭什么教我们怎么做人 然后我每次看到以后 我都很难过 那个难过不是为我自己难过 我是为这些人 原来生活在这样的标准里 以这样的标准去判断别人难过 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李奇蒙你来说 你已经是一个有很多有魅力的潜质的人 但是你没有完整的活出你自己 当你把你自己的能量全部发挥出来的时候 那个东西比你嘴多大 眼睛多大 鼻子多高 要重要得多 谢谢老师 那你来问吧 我有一个非常 就是很困惑的问题 就是我一唱歌就吊人 但是我认为我唱的是OK的 而且我有其他的才华 而且我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打PK的时候 我说我可以展现一段才艺给你看 他说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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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挂了 我不想看你展现才艺 他们想看的是什么 是一种猎奇就是你要一些很奇怪的表演 很奇怪的动作让观众觉得哇 这个好 我没看过哇太有意思了 你太丑了我好开心啊 我不懂就是为什么不可以用才艺圈粉呢 就是 他说太对了 火火啊 我要说一些比较直接的话啊 OK 我刚听你说这段话的时候呢 我觉得你实际上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优越感 这个优越感叫做才艺高于其他的表现形式 我觉得在短视频平台不存在这种优越感 所有来刷短视频的人只有一个诉求 就是情绪消费 他就是来这里放松自己 找开心的 那所以我是不是应该理解为我要把自己的才艺往下放一点 就是一些其他的表演包括搞笑啊或者是 那你会吗 你以为搞笑很容易吗 你以为办丑很容易吗 不是啊 但是我连到主播我认为那不是真正的搞笑哦 你的认为不重要 这个平台的粉丝不以你的认为去看一个人或者不看一个人 你可以保留你的观点 但你的观点不决定别人的命运 确实是这样了 确实了 那我想问我是要坚持自己风格还是要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在音乐类组合 我觉得你没有别的选择 你对别人这么表演都已经这么愤怒了 难道你还肯能模仿别人吗 那就是唱歌嘛 我认为你要做那个勉强自己的事情 那个会很痛苦 是的 我现在就是很痛苦 不要让自己痛苦 痛苦即便你成功了你会责怪自己的 你要记住是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唱歌 唱出真正的让别人能够感到情绪放松的音乐 这个事情我觉得是你可以去想一想的 哦 明白啊 谢谢老师 不客气 谢谢 虎七七 你是大师姐的员工是吧 大师姐的妹妹 亲妹妹 不是 不是亲妹妹 生死亲妹妹 就是我俩长得也像 然后关系也好 哪像了 你们俩一点也不像 美颜里像 直播间里面很多人也分不清楚来试试试试 咱们给颜条低一点 这个事情是有让你有一些困扰吗 还是 没有困扰 我就像他挺好的 我像他又有颜值又有情商 各方面都有了 但是我更希望他可以找到属于他自己的东西 直播间都叫我赝品 如果说我是正版的 你看着一个盗版的总会有一些不是 这样也会流失一部分粉丝 杨老师我特别想问就是这种讨好型人格 直播间说什么我都听 嗯 好的 去改 然后去学不适合他的歌 去做他不想干的事 这样是对的吗 我的感受是这样子啊 大师姐你应该属于比较独立型的人格 虎七七应该是属于 就是你说的讨好型人格 就是有的人嘛你看着难受 你怎么老是听别人的 老是为别人改变你自己 但他如果不那样做他更痛苦 是吗 这是人格的不同导致的行为的不同 因为有的人可能是需要得到别人不断的肯定 才才会有安全感 有的人就是要不断地满足周围的朋友 大家喜欢我我才有安全感 我超级理解 你别让他做得好还要不舒服 对对 他们也做自己 完了 完了 真是换一种角度我就感觉又理解他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他自己自得其乐的话 就没关系啊 你支持他就好了 你支持他就好了 要哭了 哎呀你 就没关系 妈呀七七哭了 就没关系 你咋了 哎呀就是感情的老师 梁天真老师 梁天真老师特别懂我 因为我觉得 我不太善于表达 但是我就希望我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好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很虚假 但是我确实是这样 我姐就是很心疼我 她觉得你为什么要对所有人都这样 不是 我觉得每个人都很需要我 我姐觉得我能力所能及去帮助别人的时候 我就付出我全顾去帮助别人 我觉得这样会使我很快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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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 想干啥干啥吧 我再也不强制她做什么了 就是说她想怎么做 她怎么做开心就怎么做 你为我做我站起来的那一天 我照着你 你是最棒的 胡子 爱你 人生都是一天一天活出来的 我们今天做主播这个职业 主播的成绩是一场一场播出来的 所以我们只有在自己定位非常明确的基础上 分清楚事实跟情绪 哪些东西是我真实的自己 哪些东西是外界传递给我的情绪 我们也要分得清楚自己的优点 自己眼中的自己跟别人眼中的自己 在这两者之间如果能够完美的融合 那我们一定会成为一个自洽的人 自洽会给你们带来自信的力量 而这种力量反而会传递出去 让你们收获更大的回馈 好了聊了这么多呢 我们不能忘记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的核心是个人风格定位课 接下来我们要来一次职业实践 就是做我们整个节目的主题曲的MV式装 我们的主题曲MV 共分为五个风格场景 大家也将对应分为五组 进行群像展示 你这场景都可以 还有主编 第一组热带厚花园 我喜欢这个 第二组律动的舞池 绿动的舞池 我们不是老年组吗 第三组浪漫纪念日 浪漫 第四组幻彩艺术家 艺术家 第五组甜心接收处 我是甜心 各组将从服装库中选出既适合场景 你说我们要什么样颜色好 黑色绿色白色 又能体现个人风格的服装 一点不达 不达 一点不达 各有各风格没事 个人展示自己魅力 好嘞 我今天要突破自我 你采取任何手段都可以 但这个服装本身 第一要适合你 第二要适合你的场景 最重要的是 给我留下记忆点 最后的穿搭风格 个人记忆点最强的那位 将获得MV中单人尽头的奖励 大家都已经回来了 感觉都藏了不少秘密在我们的羽衣下面 然后呢一会儿我们会各组分别上去展示 介绍一下自己的这个穿衣服 然后每一组呢我会选出一个 我觉得穿着风格最有特点的人 就会把这个我的蝴蝶结给他 这个象征着胜利的同款蝴蝶结 但是这个蝴蝶结是流动的 就是比如说第一组上面 我觉得有这个人可以 然后第二组反映比他好的 就要交出这个蝴蝶结 最后只有一位同学能拿到蝴蝶结 只有一个人 下面我们就要开始了 看看谁最终能得到我的蝴蝶结 也在MV中可以拥有我们的单人尽头 好第一组去准备吧 哇 闪亮奔跳 哇 期待 期待 好 找到我快紧张了 天啊 我好紧张 而且他们都好像很好看的 来了 来了 小 超 MORE 超 哇 哇 天呐 超多醉 超多醉 哇 好好抽ี่啊 怎么回 sú了 我的嘴嘴 都哑啦 我也想清楚 夏天的花 越来越来越来 夏天的花 跳啦跳啦跳啦 落爆了落爆了咱们 先说一下我的整体感受 作为一组 我觉得你们非常有一组的和谐感 就是颜色的搭配 粉红色加黑色加白色 是一组非常强烈的搭配 蛮适合你们的那个 热带后花园这个主题的 其实我们整个团队 它是分为粉色和那个黑色 就整个它是一个甜辣甜酷风 就是又有少女感 但是同时呢 因为黑色嘛 其实我觉得是很有力量的 然后再加上一点 在舞台上会很闪亮那个亮的钻 我们想要的这种感觉 就是姐姐妹妹的女性力量 非常好 太完美了 但我其实印象比较深的是 魏淑宇 魏淑宇 对 魏淑宇 魏淑宇我其实非常喜欢你的墨镜 墨镜的黑超感会增加你的气场 尤其是在一群人出来的时候 会先注意到你 把你本身比较性感的气质 增加了一点酷的感觉 所以目前这个 火爹姐我先给你 暂时先给你 谢谢 等一下我会把这份爱传递给大家的 好 好 好 红款 不好意思 老师给你做了三 好看的 那我们期待一下第二组 好姐妹们期待 期待 大西姐的声音才好好 这气场 这气场 因为我们在这个生生如下花里面 都是大姐姐 然后想展示每一个人不同的风格 就想告诉大家 在不同的年龄 我们一样可以活得很精彩 所以你的精彩在 所以我的精彩就是 简约大气 我觉得你们身上的气质都非常好 你们每个人是自信的 大气的 但是这些衣服选择的很日常 破掉了你们自身带的气场 不够优质 那个感觉好像我觉得 这套衣服不太能出来 差点 所以这组我觉得 你可以把蝴蝶爷暂时先保留 谢谢 好不好谢谢大家 谢谢 好我们下一组去准备吧 Let's go 我会咱少给力度 每个人也不肯定 我每个人都不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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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这个项目咱们谈一下吧 这个项目咱们谈一下吧 哎呀 我宝贝太可爱了 有什么商务联系可以联系我啊 我喜欢自能 喜欢啊 真的很好看啊 纯纯真的 觉得觉得 安总你真的很像九几年那种非主流 安姐 完全不适合她 那个好可怕 大家的表情我也能感受到了 所以就是今天咱们不说别的 做了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就是可能抛去了所有的颜面吧 颜面 在我的衣橱里 应该是没有过一件裙子 更何况这种粉色的 带波纹的 还有纱织的 然后有蕾丝边的 就是这些 好了你不用再赘述了 我已经感受到你对她的嫌弃了 那我前面也讲过了 个人风格的第一标准其实是合适 就比如说张安你上这套衣服呢 就我觉得完全不展现你是谁 然后你穿这套衣服让我觉得你 这是不太正常 不太正常 老师 你这伤害了 我不爱就这 哎呀 宝贝 别难过 别难过 宝贝 我们爱就她了 太远了 没事 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不要为了突破而突破 还是要知道自己那个主题是什么 就是比如说这个郭斯蒙 虽然我觉得她这套衣服没什么特别大的心意 但确实跟她比较搭 但你现在这样就是过于冲突了 但那个冲突又没有形成一个记忆点 而且我从你的表述上能看出你很不舒适 也还好了 就是我觉得这样人生的体验可能是仅此一次 我能够总结一句话 就是有的时候人生不需要那么多挑战 对 人生的挑战不是一定就是做相反的事情 那不一定叫挑战 那就是发疯 人生的挑战 好嘞 我们害人 他害了你 还行 对 因为今天去搞反差的这个想法是我提议的 所以我内心对张安我会有一点点愧疚觉得 嗯 有点对不起 对 杨天真老师就说我 你是不是不太正常 但是我知道他开玩笑啦 对 娱乐一下也挺好的 无声大哑了 对 好 那个谭 谭春 陈芝 老师好 你们好 好 喜欢 好喜欢 因为我是音乐剧演员 然后我大二的时候有演过白雪公主 但是我们台前和台下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平时的感觉会比较休闲 然后为主 然后但我今天这样了之后 我觉得有被自己可爱到 对 就是 哦 哎呦 我就那种 哎呦 漂亮 漂亮 发比 我比较喜欢你的一个同事 非常加分 我都能想象如果给你个特写镜头 拍到你的胸部以上的位置会很漂亮 超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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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喜欢的 哦 所以 蝴蝶蝶给他吧 谢谢 谢谢天真老师 我跟你说 欲待蝴蝶蝶逼承其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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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下面是第四组 03 来了 抗拇ён狂 现在就七航 蝴蝶蝶又像胡子一样 爱你也好滚烫 我的规套 我在这里寻找 我要追逐 我要不过脚 Shake it, shake it, shake it 你想怎样就怎样 去日台 See me, see me, see me fly 想天的花生开 想天的世界看一看 我的色彩 想天的花 要玩就玩就玩 还安定姿势 哎呀 哎呀,专业到了 杀到我了 大家喜欢吗 喜欢 喜欢 哇,这是零差评的一组 对呀,好厉害 我觉得你们这整组 时髦感非常强 配饰是你们这组的特点 这种金属感的配饰 几乎每个身上都有这个元素 包括红红鞋子的穿法 手环裙子上绷带的绑法 我觉得都是属于 比较容易留下记忆点的 所以整体上这组的评价 我觉得都很好 我最喜欢的是这个夏合和奇蒙 这两套衣服都非常好 我喜欢你 真的好好看 奇蒙啊,你这套我觉得是让我 非常感受到你焕然一新的一套衣服 它在第一时间让我产生一个深刻的印象 就是你是一个很酷的女生 你很有自己的风格 而且你有时尚度 就前面我们在聊这个自信的话题 我确实会觉得有一点看不到你的光彩 但是你这套衣服一上升 我觉得你整个人是在发光的 它真的太适合你了 非常好的呈现出来了你是谁这件事情 怎么自信呢 嗯,对,不好啊 夏合这套我也蛮喜欢的 因为我觉得它既表达了女生的性感 又表达了女生的帅气 这种上紧下松的感觉 也比较突出你五官的记忆度 加上这个皇冠 因为这个皇冠是可以让人 马上一眼注意到你的脸的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还蛮有趣的巧思 这两套衣服都不错 我要在里面直接选一个 欣萌 夏合吧 喜欢你 欣萌 幸福夏合 哎呀,我脑袋有点疼 我先走了 陈志和夏合都好看 既然夏合你已经把皇冠带在头上了 那我就再给你加一个蝴蝶结巴 再给你加一个蝴蝶结巴 谁 谁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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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 交接仪式 杨幻 我莫名你了 也好杂哦 恭喜你们,谢谢 好,我们下一组去吧 最后一组了 我们的天线宝宝们 每ğin有点 Ganz 以后 吵 不 fashion 花 effe 我们有点砍 好,我 好 大家好 小子 小子 超过他的感觉来了 好可爱啊这一组 我们是 天心接收处 我们的口号是 爸爸 爸爸 救命 大家喜欢吗 喜欢 不喜欢 不喜欢说说为什么 我不是针对个人 就是我其实是个很喜欢甜妹的人 但是我发现可能我只是喜欢 很多风格的女孩子中 突然有一个甜美 她会一下抓住我的心 但是 太多了 我被hold到了 我整个真相给她们跪下 你知道吗 没有没有 开玩笑 开玩笑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如果今天有那个 最佳组合的话 我觉得肯定是你们组 因为你们组的整体性非常好 但是这个问题在于呢 你们所有人都是 自己这样一个风格 同时出现的时候 其实是会有一点 分辨不出谁是谁的 是这个问题 本来你像火鲜妹的那个猫耳朵 是很有记忆点的 但你们头上每人都顶了一坨 现在 所以其实就盖掉了那个记忆点 现在摘掉 火鲜妹我觉得你整个人 给我的感受是特别的卡通 你的表达 还有你的穿着 还有你的形体 就是你完美地诠释了一种角色 那个角色已经给人印象很深了 我觉得这一步你已经做到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在于 如果有一个人冒充你 就是他穿成跟你一样 戴上这个耳机 我可能会发现不了 那是那个人冒充你 你理解我的意思吗 他们模仿得了我的模样 但是模仿不了我的灵魂 其实我有接收到杨天真老师 对我的这个提醒 然后我也不希望猫耳机成为 我这条道路上的枷锁 就是让打破大家的刻板印象 我会好好思考 尝试各种不一样的造型 去寻找一些新的 个人风格记忆点 抓住你们去 谢谢 加油 但是作为一个组合 你们今天一定是最优秀的一组 恭喜你们 谢谢 谢谢大家 那我们今天 最后我们的蝴蝶结就落在了 夏和 夏和的头上 夏和真的真真好 我看完所有人之后 我原然觉得夏和是 今天表现最好的 服装搭配到配饰选择 再到跟个人气质的配合上 都形成了一个完美的统一 这整一身我觉得是 既时髦又有个性 也有机遇度的 同行夏和获得主题曲 NV中的镜头奖励 作词它的掌材 转发 带着海浪 锦金 现在就起航 顶百飞扬 哎呀哎呀好期待 夏天的花 深深在歌唱 取着目光 哎呀哎呀好滚烫 我的规则 我自己来创造 这只想要问派 哎呦哎呦 哎呦哎呦 我有追逐属于我的浪潮 哎呦哎呦 哎呦哎呦 Make it shake it shake it up 快跟我跳起来 你想怎样就怎样 无可取代 See me see me see me fly 夏天的花生开 漂亮世界看一看 我的色彩 夏天的花开了开了开了 夏天的花开了开了开了 夏天的花跳了跳了跳了 Woo 说实话你的配饰比我的蝴蝶结 大家的头上要好看啊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今天经过一天跟大家相处 我们整堂课就要结束了 今天其实整堂课 我们讲的都是如何打造个人风格 希望大家在未来的主播知识路上面 能够不断地积极探索 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发力点 谢谢大家 好 接下来我要去给大家打分了 作为你们接下来升级的参考 然后我是不会手下留情的 请你留留情吧 老师 今天的课真是干货满满的 你来看看我这套裙子和项链搭配的怎么样 就很适合你这种甜酷无甜 你这套裙子也非常好看 特别适合你呢 这都是在泰邦APP上买的 无论你是职场新青年还是百元学兽的 都能轻松地找到属于自己的收获方式 年轻态就不一样 活创潮品少泰邦 我这也都是在泰邦APP上买的 现在新人下载还可以临随很多福利呢 而且在APP上搜索下花 还能get到好多同款的服装配饰呢 让我们一起解锁更多宝藏国潮品牌吧 太棒了吧 我赶紧推荐家里面下载 好美 好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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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真的好美 好漂亮 我们坐吧 大家心态很好耶 今天不是挺刺激的吗 对 很刺激 有没有可能是下风了已经 对 有没有可能 哈喽 各位好 今天我们将进行泰邦APP 生生如下花 第一次升级 要想人生达到巅峰 就得一关又一关 又一关的突破才行 接下来咱们就展开说说 音乐主播升级 要更哪些关 第一关 打败你的不是天真 而是天真的成绩单 好 排名第一的是火鲜妹 谢谢 我觉得火鲜妹 确实给我印象比较深 我觉得她的优点 是一个非常聪明的高型伤乐人 作为一个个体来讲 她还是挺有记忆度的 而且在所有人当中 在音乐主播这条路上的规划 是比较明确的 所以她给了你一个最高的分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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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蒙你看到这个分数的时候 惊讶吗 我挺惊讶的 但是就是还挺开心的 我会比较容易记住李奇蒙 就是我能感觉到 她的一个前后的变化 就她之前不太自信 然后被肯定了以后 人是挺自信的 另外一个就是夏合 我也非常开心 夏合 我觉得她给我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第二关 直播试炼 音乐主播每天都会直播 来提升自己的直播能力 我要再加再加 实际了现在经验所有人的 日常直播 我们可以看到 楚涵成长得非常的快 她的一开始的时候 粉丝只有两位数 其实最近我在你的直播间里面看 我觉得我都没有办法让你停下来了 就是放开了 就是放开了 大河 什么都没有了 风静扬 也会啊 疯狂的时候大家就会涌进来 然后就觉得这个人怎么这样 其实就是你越能展现自己 越能够带来更多的人气 嗯 太棒了 接下来她是三十位当中 通过短视频涨粉最多的一位 谁 是吕钊 是 吕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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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个短视频一开始拍的时候 也是有自己想过规划吗 嗯 我想了是合拍唱歌方面 我终于舍到为你分开说 见爱这种这段音乐 首先先吸引一波粉丝 然后再次的让他们的视线 转移到我的身上 但不是人人都可以 还有一些新人 可能还没找到恋的门路 我想问一下谭春芝的直播理念 大概是 我来讲一下我的理念啊 就我的性格有一点点 屑啊 你老跟网友吵架是吧 对 但主要不是这个 主要就是因为 我唱音乐剧的时候 然后听不懂 闭嘴 别唱 然后一次一次一次 我就有一点点 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我是不是对的 反正就是 哎 那就这样吧 我其实也会看你的直播 然后我就觉得 可能亲和力方面 需要加强一下 火鲜妹 你其实掉粉还是比较严重的 对 你有算过自己掉了多少吗 我没有 19万5千 我长都没长那么多呢 你自己每天看到掉的时候 心里面是什么感觉 我是在意的 但是我不会因为这种事情 去影响自己的心情 我不会影响到自己的情绪 既然要转换风格的话 其实掉粉掉人气 那是必不可少的一个过程 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 目前我们还有另外一项成绩 没有公布 就是各位广场歌会的成绩 成绩不是已经长安落定了吧 在这项成绩公布之前 我们多人组的主播们进行了 组内的分票 分票规则 多人表演组的主播 个人的广场播会传绩 等于现场观众送花束 主播们可自由讨论 进行组合分票 分票后 还能前走的主播 加提接收 直到下午节目 先问一下三位经理人 你们对于这个分票这个规则 有什么想说的 这个就是要看有没有团魂了 因为他们可以愿意把自己的分数 去分给成绩没有那么好的人嘛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爱的环节 我的团队没有很高点 所以我实际上 不知道他们怎么想 提供的分数 我非常感兴趣 好 我们先看一下 星光派对组的分票情况 为什么 星光派对组 有一位分票后是零票 杨淑毅没有 杨淑毅 没有票 为什么杨淑毅 为什么一票都没有 怎么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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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或许如果我们直接评分呢 就五个人分数都一样呢 都是平均一样的分 咱们都可以下去 有 也有道理 所以我们不可以五个人都一样 一定要有保你 你们想保谁 我们投票解决 保肯定是保你 我觉得可以把我的分给你 你就可以到前面一点 好 下河吧 他已经在第八名了 给他 给他多一点 我觉得最危险的是小韩 我 我 反正我是觉得 五个人不可能全部都往上 然后别人的分也会就是 这样分嘛 对 就我觉得就可以 分掉一个 就是 我给你二十四 给夏河二十四 给你五十一 嗯 那你 你完全不要分 那干啥 我要那 还是最后十二 那还是浪费 那为了让他不要浪费 就平均分过去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这五位的排名情况 请看大屏幕 所以是九个里面占了四个名额了吗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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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让魏琪琪变成了第二名了是吧 对 其实直接让他的其他四位成员 在这个前九当中占据了四个席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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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这个票数 它并不是一个决定我音乐主播路程的一个终点 这个票数 只是 我希望我们整个团队可以更好 仅此而已 很棒 杨树依 真的很棒 树依真的是 非常大爱 无私的 确实她也真的把琪琪頂到了这么高的位置 很感谢她 然后我更希望的是其他得到她的分数的人 不要辜负她的好意 这样子 太感动了杨树依 我要复活你 我复活你 如果我能的话 我们真的该分给她吗 真的 后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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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所有的分都给你们就好了 88分全部给你们 我俩其实挺难拉的 我俩就扔过来把你们撒 就是肯定不会掉出来的那种感觉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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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现在就是我往处分多少 我不可能再得分了 就把七七拉上去吧 因为你差得不远 你就差哪里了 不知道飘乱心是怎么分的 她们组都很强 都在前面 其实如果我要是她们组 我谁也不分 如果说给她加分的话 晶晶就出去了 桑娜就出去了 她如果给她加分的话 她就会危险 我觉得她们组是谁也不会给谁加的 对 谁也不会给谁加 对 还能 还能保 五七七 你差多少 我现在是222 222 你至少达到梅小冬 那个微微值你能进来 247 那你就把金姐都顶掉了 你把金姐顶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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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顶金姐 你把金姐顶掉了 我就不顶金姐 我就不加了 就给她顶掉了 那我们继续来揭晓一下 港官先生这一组 分票情况 大部分人都没有动 就是大师姐这儿 给了胡七七 14票 是吧 你就算了个14是怎么回事 我是这么想的 晶晶她们组的 这个分数也很均衡 很难给分 所以说我在预测 她没有得到分的情况下 让胡七七跟金姐平票 到时候就看节目组 怎么分配 给我们出难题呢想着 对 晶晶到底是不是被大师姐 算到了跟胡七七平票 236票 晶晶果然跟胡七七是一样的 我觉得自己特别聪明 出拳大鱼 太厉害了 你算了好久了 你这么算那个什么 来来来 我来 我来 因为我分手机就很危险 要是给我票的话呢 我那两位伙伴呢 票还是比我相对低一点 所以我就想凭自己的本事 最后能不能直接进去吧 虎七七晶晶 排名第十 啊 哎我天哪 哎我天哪 我当时就以为 那个分输是稳劲的 效果 有什么效果 差一个 哇 现在前九里面 只有第一和第九两个空位了 有两个空位 第一个是我们的 哇 你算到了第一 我算到了第一 我心中的第一 也是这里的第一 他们是不是都给他们 他们有什么 来跳舞 大家一起看一下吧 啊 啊 啊 所以这一组也是 用了战术 我们组的策略就是 保一 真二 真二的话就是我 看我能不能随缘进吧 保一的话就是保成一平 组成了来跳舞这个组之后呢 他牺牲自己的时间和自己的精力去 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教我 我觉得他是唱跳俱佳的 职业素养是非常非常高的 我会觉得这个舞台不能缺少一个 这样有活力 而且这么热爱这个舞台的人 千言万语会成一句话 你值得 他很努力 然后他真的很爱这个舞台 对我们的帮助很大 我觉得他贡献是最大 所以我觉得应该给他 原本我想说大概可以落在 大概七八 但我没有想到就是冲到了 这么前面 对感谢思萌跟可欣 我没想到他们会这样 对 福底球心把前提提弄上来了 没有万万没想到 没有 在我们的心里面 还包括依依的心里边 我们已经是前面了 真的 带你们边风底 我认为那是很甜蜜的 我认为他们非常关心 这就是团队 太感动了 太感动了 我要复活你们俩 好 那下面呢 我们要来公布的这一组呢 其实跟来跳舞的情况比较像 这一组在广场各会的成绩 也是不占优势的 来跳舞这一组通过战术 把陈妮婷送到了第一 那不知道 普通一下这一组 是不是也有一些战术 有 天呐 我觉得我们前九可能 顶多就近一个 我也觉得 因为我们也没有说几个 直播成绩牌子非常靠前的 确实 除非就是我们把 票集中一下 给一个人先保一个人 然后我是觉得 陈芝的话他因为我们在训练过程中 他的贡献会更大一点 然后他带队带得也蛮好的 所以我会觉得每个人可以 云一部分给他 好 善良 我们来看一下普通一下的分票情况 他们没有变化 他们没有变化 所以你们的战术是 就是 就是一人拿五票 意思一下 实际上的公式是 把票集中一下 给一个人 先保一个人 那也不行吧 这样子的话 那就是剩下的人很危险 我听你们的 我们组没有一个人能够滚进前九 所以还不如让谁也别亏 就只要把他跟我们拉平就好了 拉平就是 对 我们每人给他五分 他就跟我们差不多 拐着很均衡 对 我们以自己的一体之力 把所有人都逼近了危险别人 谁出的这个主意 我出的 有你是我们队的福气 谢谢 那这一组呢 没有一位能够进入前九 所以还有最后一个 第九名的这个位置 那个是C卡的 前九是C卡的 我进不了 我不行 这一组 还有一个多人组 就是不该用情这一组了 那来看一看 这一组的分票情况 这一组是大家完全都没有进行分票的动作 大家都没分吗 我是觉得 我们其实讨讨论过很久 也挣扎过很久 就是要不要 保第一个人 或者说拉最后一个 但是 大家可能 最后还是觉得大家都不分票了 之前想过就是跟吕昭他们组一样分嘛 各自拿出一点分给他们平衡一点 但是就是有算过后面感觉 感觉不仅会拉低我们自己的分数 而且会整个会低下来 自己没有能力的时候 是没有办法为别人撑伞的 所以就决定把这个票都放在自己手里 就是我们本来也想说分一点票 把十一或者兜兜挽高了再捧一捧 但是看了看自己的排名那么的靠后 也是有一点私心 我担心付出了这么久的努力 全都泡汤了 然后我就选择了自保吧 说实话平心而论啊 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比较难抉择的时候 首先任何人都不能够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 去要求任何一个人拿出他所有的票 我觉得我也比较尊重大家的这个想法 好 看一下这一组的排名情况 恭喜小十一占据了前九的最后一个名额 你看 我就算 十一真整几 十一真整几 三十几我就多了三分 小十一能拿回公园呢 哎 真的 早知道那个我分给今天 就进去 对 前九我没有 多多 牛 可以了 真的 如果小十一分出去了三票以上 自己就没有办法进入前九了 对 所以你们最后的这个决策还是对的 那前九其实都已经公布了 那我们就要公布三位solo舞台的主播成绩了 十一应该是陈若梅 十一应该是对谁solo舞台 十一应该是对谁solo舞台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排名情况 第十二名 连斯嘉 十四名 李其萌 十五名 陈若梅 我觉得其实这样的一种分票 不是特别公平 对 因为大家都可以互相给分 但是我们的这个单身solo没有 该多少分就是多少分 就定死了 我也要考虑我自己 可是我更想的是我的队友们 可是我也帮不了他们 只能等那个结果 所以我觉得当时很 心里不是很舒服的状态 当时其实没有想过公布公平啊 主要就是我的直播成绩就一直不是很好 就是感觉找不到方法 然后呢当我站在那个升级边缘的时候呢 我就是说想到为什么之前不能够再表现的好一点 这次其实也看到在最终的公布成绩之前 有这样一个分票的机制 其实也是给我们一个启示 就是我们往往决定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是一个冲动 但是当我们想要放弃一件事情的时候 一定是经过了很多的思考 遵从自己的内心 所以我们的这个分票 就是一次给所有人再次思考自己选择的机会 我们选择做音乐女主播这件事情 是更坚定一点 大家往前走 还是说适当的问问自己的这个决心还在不在 让我们一起来恭喜一下 第一名陈继婷 第二名魏琪记 第三名心儿 并列第三名夏和纳斯 第五名张楚涵 第六名大师姐 第七名麦小兜 第八名桑娜 第九名小十一 以上就是我们第一阶段总排名当中 直接升级的九位主播了 那我们也要问一下三位经理人 那在这个排名当中 有没有特别遗憾的人 我觉得没有进到前九的 每一个人都挺遗憾的 因为我觉得确实是 走在这里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优点 我要复活你们 我要复活你们 等一下老师不一定有这个环节呢 我同意王王的意见 你也要复活他们是不是 是 对 I will take you guys back 不要担心 这都是龙乐老师带的头 我们没有说有复活南海 当然我们这次升级还并没有完全结束 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启一个 对谈环节 所有待定的主播 可以发送私信给主播经理人 然后主播经理人决定 想要跟谁单独面聊 然后通过这个面聊去决定 是否复活他 现在开始发送申请私信 第一次给明星发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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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紧张 好激动 好激动 发什么 在忙 那不是很尴尬 我觉得跟陈琳老师聊还可以 你不会发给其他人吗 我直接每个都发了 我这个太长了吧 你写作文了 我写了一句话 请给我一次机会 我是周可思 想跟你合影 好的 我们各位待定主播 都已经给自己想要面谈的主播经理人 发送了私信 那他们将选择谁去进行面谈呢 我们一起来等待一下 我来看看 这个面试的地方吗 这个 搞得太严肃了吧 还不少 要来了吗 清清 清清是人 嗨 老师 嗨 若美 来 来 坐 我在这儿激动呢 没事 看着特别激动 没事 就是内心特别复杂 没事 谢谢 就是很难受 就看见下个来很紧 然后特别开心 也感动 然后到自己又觉得 说不出来心里面 你是不是瘦了点 不知道 很瘦了点 今天你可以试着就是你的直播的那个滤镜 跟你提过 我觉得你非常漂亮 尤其这是我第一次可以跟你面对面 你的眼睛非常非常漂亮 真的第一次这样看我 刚刚一直听你讲话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女人的眼睛 太美了 太美了 可能你平时特别外放特别张扬 嗯 其实你是非常有气质 非常成熟 而且你真的很漂亮 我是那种 我是那种 让人觉得我这个 这个女孩特别特别自信 但是内心就是自卑的 要不然我不会 觉得你力气呢 美颜呢 或怎么 基本盘 我也要来一点 我也得来一点 我也得来一点 就是我们一定有自己 觉得哪里不自信的地方 但你也要相信你自己有 亮点的那一块 我希望透过这个旅程 你可以 对自己的外在有一个新的 认知 对认知 对 我也希望能跟你一直抖下去 这是什么的 好 我都听见你今天所有的回答 那我就跟下一个人聊 好 我第一次跟晶晶面对面 她很漂亮耶 你们要跟她面对面 她很漂亮 搭配她那个张扬的那个感觉 去遮盖了她的漂亮 而且她眼睛非常漂亮 性格又好 那她没有好好看清楚自己 因为她是真的是漂亮的 因为她是真的是漂亮的 多小的给她激动 没事 来 大家都很激动的 对 因为这个 这个 大家都没有想到 会是这样的一份之后 嗯 音乐主播其实就是我后半生 怎么样生活 就是靠她 嗯 因为 嗯 嗯 在此实现的时候 因为上一段的感情的问题 我有一些负债 嗯 所以 我其实压力蛮大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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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那么多 没事 这都是你的真情实感 我觉得 这节目本来就是 要让大家看见你们的故事嘛 确实你大部分的时间是挺稳的 挺淡定的 嗯 但内心肯定感受是很多的 因为有时候内敛的人 其实不代表他们没有感觉 不多表达的人 不代表他们没有话说 对 你外在给人的那个感觉 跟气魄是有的 有 对 然后你又会唱歌 我绝对地相信 对音乐有领悟力的人 他是不设限的 嗯 别哭了 好 就是有一点紧 你去上面紧 没事 这个很正常 前面两位也已经被我弄哭了 哎呀 你此刻哭我也觉得很重要 因为我也不太希望看到你 去太压抑自己的感觉 因为像上一次 你几乎全程是笑的 是接受这个结果的 其实我内心是担心的 对 我不太喜欢在外面这个 我也是 对 但是你能够释放自己 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对 我现在比较烦恼的地方是 嗯 我觉得你是非常有个人特色的 你确实也是在音乐主播类里面 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一条路的 那样子的人 对 但是当那个团队要一起综合 去做一些成绩的时候 我的风格 对 我想跟大家有一点 对 对 很不同 所以我要怎么去摆 不好意思 停一下 来点纸 不用停 我不想让别人看见我吃了 好 那你先哭 这样我就不让他们拍的 对 可能就只有 该哭就哭 该哭就哭 前面大家都 习惯了 习惯了 先哭一会儿也没啥了 等你 我不想哭 可能对 就可能只有音乐这个东西是可以让我 把我的感受也好 把什么都放进去的 然后 你觉得我会捞哪三个人 我觉得你会捞哪三个人 嗯 我觉得李希盟 因为他之前那个歌不是第一首他写的歌吗 我觉得他是有天赋的 还有李希盟 还有呢 还有两个人 还有两个人 嗯 嗯 我希望是我 这个表达很好 嗯 好 还有的话 陈之把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其实我看到他 就是 好像在直播的时候有点 没有找到自己到底想要怎么样的 但是 刚刚 就在刚刚 我看到他一个比较大的转变 就是 嗯 杨森林老师也想他去面聊 啊 他去比杨森林老师认识了 然后 他一下就是要哭了 我感觉他有感受到 大家都在给他鼓励他 好 我觉得他有想要改变 其实你 你今天的成绩我看是挺意外的 因为你在我心中是挺有记忆点的 因为我是不知道你在直播中 你发生了什么状况 我就是 懒 那我跟你说一个事情 我从来不懒 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让我变懒 没有任何人喜欢我 或是这个直播间没有人 我也不懒 我觉得你对于直播的准备 跟努力就是不够 的确很多东西是我自己的问题 同时你也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 对 但是太过骄傲跟坚持 就导致你说很多很多借口 你会觉得 是不是音乐剧或者我的身份 跟这个直播有点相冲 如果你要做音乐主播 你得放下你自己很多的觉得 我知道 但是耳朵又要张开去听一些该听的声音 但是我希望经过这次之后 你要想想 你到底要干嘛 你要继续走音乐主播这条路吗 还是我认认真真的做好音乐剧的演员 我没有 我没有真的是去抵触他 然后我可能把太多的中心放在就是 我想在舞台上 我喜欢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所以我觉得很多是我自己的问题 我就是自己没做好 我不找借口 好的 Jessica Jessica 给我读一下 好 Jessica 你好 我是兜兜 我是兜兜 请给我一次为自己争取的机会 请给我一起自己 争取的机会 好的 我给你 我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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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还不会 怎么还不会我 我 这是我第一次用中文来发词 这是我第一次用中文来发词 就是第一次用中文来发词 请 嗯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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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張 不要紧张 嗨 嗨 嗨 因为我之前做的是那种相机直播 同时在线的人数有八十多万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不会播 导致现在再回来开始直播的时候就几百个人 嗯 所以我非常希望可以得到这次机会 让我重新重拾以前的那种信心 我也知道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 不要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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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你哭的时候 呃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你比较多 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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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 你哭吧 那我从明天开始哭 哭不 对 我觉得你的视频很好 表情很好 表情很好 你很漂亮 你很漂亮 你第一个人去讨论 因为我本身真的很喜欢Jessica老师 然后得到了老师说我漂亮的赞赏 还我身上一些我自己都不觉得 我不承认我的这些闪光点 但是老师都看得到 让我觉得有种被认可的感觉 会很感动 好 可不可以拥抱一下 因为也许这是最后一次了 好奇啊 我叫Jessica教授 我的名字是周科兴 是周科兴 是周科兴 英文 给我一个选择 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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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给你 你好 请坐 开始 老师 老师好 老师好 我是刚接触这个主播的行业 因为我现在还是挺年轻的 我就是想在音乐主播这个路上 走得稍微远一点 就是 嗯 what do you think is your biggest charm or your biggest your greatest quality 应该就是乐器吧 然后就是什么都会那么一点点 so you're a very well-rounded person a little a little a little here it's very nice thank you thank you 谢谢 我们喜欢三个 我们还有两个啊 我还是知道 好随着时间的流逝 现在三位主播经理人 各自只还有最后一个 能够跟各位主播面试的时间了 几位再等一等 还有等吗 当然要等啊 等待 永恒的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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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叶绿了又黄 你还没来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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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宇 她被三个经理人 选择进入面试间 要跟她聊一聊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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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鲸鱼可以啊 我们跳过来啊 挺忙啊 去哪儿聊了 听听 我刚刚吗 嗯 杰西卡老师的房间 哎呦 行啊 那我就祝你在 杰西卡团队 能够 哈哈哈哈 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聊一聊一聊吧 你的直播一直是 比较让我放心的 因为你的直播间 不会冷场 对 对 我觉得你是有这个天赋的 我会考虑你 因为我其实是想捞你的 你也不是没有 你有这个经验 现在你开始了 什么新鲜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 太好 不要担心 因为 你会有的经验 感觉很强 其实我前面时间 已经结束了 但是我就感觉好像 挺需要跟你聊一聊的 我没有想过被约谈 我为什么我真的好想哭 情语 情语可以聊吗 没事 我很容易带给大家这种感觉 我很容易带给大家这种感觉 你哭吧 就是上一期的时候你说 你会把那个最悲观的结果 先想象一下 然后我想了一下 我发现我自己好像 也是这样子的人 所以我每次在旁边 看着你的时候 总会有一种 就是很奇怪的归属感 我一直在想 如果后面有机会的话 我要是能跟你交流上就好 我为什么一直争取说 一定要跟你交流是因为 其实我可以在你身上感受到一种 然后我会记住你的 对 所以我很希望跟你交流是因为 我想再多给你一些信心 爱表演的你 可以去想一件事情就是 可能很多东西我们没办法做主跟控制 但是我起码还有机会 我是希望你可以 可以放下以前的那些包袱吧 陈林老师说了那么多话之后 我觉得 这几年 假装坚强 一直憋在心里那些情绪 突然一下子在那一瞬间 就是被点燃了 然后就冲上头 你就爆发了 为什么一个如此了解我 每一句话都能戳到我内心 内心的人 这个时间才出现 为什么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天使 我打开 我打开了我 我感觉她有很多可能性 她很年轻 她很懂得带动气氛 她有很大的成长的空间 她的业务水平很强 舞台上还是比较弱 让我放心的 我决定最后一个名额我给到 OK 经过非常激烈的讨论 以及三位经理人 冥思苦想之后 我们这一阶段 谁能够升级 现在答案已经在我们三个人的手里了 我们三个会轮番公布 我们三个会轮番公布 每个人先公布一个 不要紧张 那我们就开始吧 开始吧 好 首先我公布 我们对升级的人士 这是我最纠结的 我觉得每个都很好 然后我不太知道 比如说我觉得胡志西也很好 因为胡志西有很强的业务能力 然后并且直播的也比较平稳 然后我觉得泰金就是一个大的惊喜 它在舞台上的确是非常闪光 那之后我们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公演 是越来越重要了 那我觉得它的美丽 是的确能够很帮到我们的 泰金芝芝 泰金芝芝 可以啊 阿渠 我真的没想到 你好像要做过去的 我当时是比较震惊的就是 都已经忘记流程说是要走到那边去 什么的 就一整个脑子就 嗯 怎么回事 你意料之外 对 就很开心 惊喜 我觉得它在Vocal上面的实力 确实非常强劲 而且原来确实一直是直播苦手 现在终于有了一点点起色了 所以希望你继续加油 有砥砺前行 谢谢 谢谢王老师 我们《杨门女将》这边 第一位可以坐落到那一个 升级阶段的这个位置上的人是 直接来啊 快点 快点 给我 你的手 老四哥 握什么 老四哥 握什么 你别人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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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金 美美 金金 歌手 金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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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金杰 来吧 我 我就知道我会是美人 加油 加油 快点 别吓到了 你 太久了 你 你 你 我给我了 你 你 你 我哭了 她是她摄影 嗯 哎呦 我哭 我哭了 我的妈呀 哈哈哈 表情惯例 来镜头给一下好吧 给一下对不起 哦 太丑了 哈哈哈 就请问一下 人家晋级你在哭什么 我怕他就是 走了 就是怕他走了 我一直都希望他留下 因为我很喜欢他 他对我 就真的很好 然后给我很多帮助 你那个手机看不着脸 手机动一下 暗暗暮二十 站直 这样可以吗 谢谢姐 他直播的时候 就会一直拉着我 出现在他的镜头里面 让我去唱唱歌 然后让大家知道我 所以就是说 作为一个直播小白 他对我的帮助就是非常大 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我觉得 他是喜欢唱歌的 他是热爱音乐这个东西的 他很厉害 感觉他都还没有完全的发功 就这样被踏死了 感觉不太值得 真的 好了不走了 不留下来陪你了吗 这不 我也没你能够 恭喜金金 小跑过去吧 小跑过去吧 哭了啊 哎呀 哎呀 哎呀都哭啥呀 这个选择很困难 因为 all of my members all of the team members did a great job and I really really love them first one is Sika Sika 这个是我让手都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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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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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選了她因為 我看到她有很多能力 和能力 去幫助這個團隊 鄭秀妍團隊 致密情人 最終得分 她還沒有專業 streamer 但我看到 她可以增加了很多 幫助這個團隊 恭喜你 謝謝 我公布 我們對 升級的人士 OK 下面我公布這個朋友呢 也是 剛才哭得最慘的 李欺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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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跑過去跑到那裡 好棒啊 超幼稀 我這邊一丟起來一舉了嗎 我其實是又緊張又焦慮的狀態 因為 我沒想到 我就只給汪蘇文老師 發消息了 我如此專一的一個選手 結果她沒有選我去聊天 真的太失望了 汪蘇文老師 你令我太失望了 是嗎 那我不跟她聊 我會把三個 撈人的名額 留給李欺萌一個 因為以後有很多日子 有很多日子還長還可以聊嗎 謝謝汪老師 李欺萌是我非常喜歡的一位歌手 我覺得她在舞台上 的確非常的有魅力 只不過原來的直播 確實是不太擅長 但是確實看到你在進步了 希望未來還是要對這個 直播這個行業 更加地多研究 多努力 多學習 好嗎 好的 謝謝老師 我這邊的第二個名額 我給到的是 螢火火 可以 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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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始她還挺含蓄的 到後面 哇 劈哩趴的 用接近Rap的速度 在跟我毛遂之間 我在這五年的時間裡 我沒有任何想要說 我要跳出來 我要再去參加什麼樣的節目 沒有過 但是 這一次我就是 我覺得 三十家的女孩子 追夢的時間 不要很多 我來這之前 我已經有五年的出來過 因為這個節目 我要奮力拼搏 開頭是音樂主題 在這一方面 能夠展示的更多 想要更多的機會 展示我的生意 展示我的色 展示我的樂器 我能夠展示更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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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日後你的數據表現 可以一直不斷地成長 跟進步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第二個選擇 兜兜 是 是 緊張 緊張 是 好想嗎 好想嗎 榮幸自己 榮幸自己 謝謝 我來拿回來 可以 你從小小的能力 小小的身體 但有大大的能量 但有大大的能量 這是我的同款耳機嗎 不會是我的隊友 太強了 好想啊 我很好想 你們需要很多 你們需要 要在跳舞射技能 可以點到 舞蹈技能 來獲得更多 zę 從 音樂部 的業務 那不是我的尚 dom 但 我個人感覺 可以和你們的酸 們的團隊需要 你的壓力 significantly 恭喜 謝謝 我送你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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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现在是不是 我们三个人选的 都是原来队伍里的 应该没有说换队的对吧 所以会不会有新的队员 出现在不同的队伍里呢 还像最后一轮了 我想说一下就是 其实我做这个决定是很难的 因为我觉得你们每个人都很优秀 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侧重的东西 所以这次升级我觉得 如果有被捞到 那我觉得是很开心 如果没有被捞到的话 不是代表你不够优秀 只是可能我们是出于团队的考虑 或者是赛制的考虑 所以说第三位朋友 他将是 我感觉是女鬼 我感觉是女鬼 你还嫉妒我了 我嫉妒我了 我嫉妒我 我嫉妒我 吕昭 我嫉妒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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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又嫉妒 你嫉妒我 救 Conte 我个人 我第一反应是很懵 啊 怎么会是我 因为在节目里面 我其实和 王孙岑老师的交流不是特别多 然后今天的面谈 我给他发了私信 他也没有毁我 也没有要我去面谈 就是他应该不会注意到我吧 吕昭的进步是我能看到的 就是我会看他的快手的作品 然后会看到他的直播 他是30位当中 通过短视频涨粉最多的一位 其实他在直播上面 他是很讨喜的 并且他的唱票 也都是很合格的 吕昭也不了 送他一朵玫瑰花 愿他以后叫他好好好 我要说什么 你不知道说什么 我要说什么 I'll get straight to it 最后一个是 Dodo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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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do has many abilities and she's very experienced as well I feel like she can be a very happy and fresh energy and fresh vibe to the team so congratulations 恭喜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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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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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名额了 我们拭目 一带一下 其实真的刚刚在那一小时的谈话 节目组一直提醒我 你已经聊了几个人了 然后没有时间了什么的 我还是希望可以争取 我甚至也有跟其他组别的人聊到天 难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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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两支队伍的吗 第三个名额 第三个名额 最后一个名额 它就是 杨淑毅 的确的确 的确的确 杨淑毅今天非常的让我感动 如果不是淑毅的话 也不可能我们一次可以 就在第一个阶段就进了四个人嘛 就是他这么慷慨的去分配他的分数 当然不仅是他这个动作 我还是觉得你有很多的特点没有发挥出来 然后 你还有很多 其实你自己没有认知到自己的优势 你还没有发挥出来 所以我希望就是接下来你可以展示给我们看 不要辜负我这个决定 好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老师 谢谢你又一次很坚定地选择了我 我就是希望杨淑琳老师 我有一天能够让你觉得你选择我不是错误的 然后 会一直努力的 我们齐了 我们齐了 然后也谢谢所有没有升级的妹妹们 我觉得你们每个人都非常非常非常的棒 希望你们以后可以越来越好加油 加油 加油 然后也希望你们千万不要放弃你们的梦想 无论是不是在主播这条路上 然后喜欢音乐这件事情 我觉得它永远可以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然后喜欢音乐这件事情 所以你们一定要继续地爱音乐 然后继续地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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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刚才说的 这就是刚才说的 这就是刚才的开始 而不是结束 我希望我们都会再次见一遍 所以 加油 我永远期望你的未来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为我而来 户外直播音乐会 户外直播 户外直播 获胜的队伍呢 全队获得优先选歌的组维权 可不说哪的我必要 哪年 我们必要 就说 你必须 到去寻 三 二 一 好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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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播就是在于一切可能性都会发生 所以你的窘迫会被你直播间的粉丝们看到 好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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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动不停 上快手搜索 生生如下花 预约下期直播 拍互动的视频 就有机会收到手机哦 同时关注 三十位音乐女主播账号 更多主播独家视频 专属内容 看个够 精彩直播没看够 正片回放 马上有 上快手缩 收收有下花 完整正片 幕后花絮 追着刷 还有福利加更 每周晚八点下花日记 带你全方面了解 下花们的台前幕后 谢谢 好了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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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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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 咱们节目的名称 就叫 生生如下花 快手音乐女主播 成长跟人秀 所以我始终记得 是成长儿子 我可能觉得 最初的我不够优秀 但是后面 这个路 它不是一时了 只要你爱音乐的心在 只要你想唱歌的小马在 它是可以 唱一辈子的 如果您在哪里 بح 伍兰 你会唱歌的吗 这一次 Mentor 就像声声 在死 小马在 我 怎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